电影《敌后武功队》里 有一个特别招人恨的汉奸哈巴狗 他是中间镇为警察所所长 打仗不行 但欺负老百姓时心狠手辣 他跟着鬼子和夜西队偷袭东王庄后 对小孩子也痛下杀手 最后鬼子徒村 哈巴狗血债累累 武功队决定灭掉哈巴狗 为民除害 这一天哈巴狗正在警察所喝茶 手下送来一封信 刘奎胜哈巴狗打人做事手拉手 王八乌龟一路货都是百姓的死都胃头 哈巴狗是谁啊 就是所长大人您啊 知道这是在骂自己 哈巴狗大怒 把货狼叫进来打算暴打一顿 没想到遇到了硬茬 原来是化妆的武功队来了 俩人一交手 高下立判 哈巴狗没有任何机会 他被制服以后 武功队长魏强进来 哈巴狗还想反抗 又吃了点苦 他看到手下都被缴械以后 终于老实了 魏强要把他带回去攻审 就给他腰里绑上手榴弹 让他老实点 路上碰巧遇到鬼子松田 哈巴狗支支吾吾 表情紧张 被松田看出了破绽 两边激烈交火 哈巴狗趁机向鬼子呼救 但武功队成功摆脱了鬼子追击 像拖丝狗一样 把哈巴狗拖了回去 哈巴狗再也没有了 往日的嚣张气焰 乖乖地脱了皮鞋在伺候假正穿上 像个听话的乖孩子 后天就要召开公审大会 到时候肯定难逃一死 哈巴狗趁勘手松懈解开了绳子 等发现时怎么都找不到他 后来才想起屋里有个地道入口 哈巴狗就是顺着地道逃走了 他从另一头刚爬出来 恰巧被妇女主任汪霞看见 这哈巴狗马上装出一副可怜像 说他是巴鲁家属 被鬼子迫害才逃到这里的 王霞没经验 他也不想想 这么个胖子怎么可能是好人 哈巴狗边说边往上凑 王霞心一软去搀扶 被哈巴狗夺了枪 他有些喜出望外 说巴鲁也这么好骗 然后逃之夭夭 别看哈巴狗长得惨不忍睹 可是却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他媳妇小红云不光是长得好看 还会一首唱曲的绝技 所以很多鬼子伪君都对他垂涎三尺 哈巴狗捡了一条命 狼狈地逃回城里 他先到夜席队找刘奎胜 报告自己找到了武功队的地道 夜席队的人阴阳怪气地让他回家看看 原来刘奎胜趁着哈巴狗落难 正在他家骚扰小红云 哈巴狗打饭了醋坛子 给了刘奎胜一个嘴巴子 却被人家还了七八个 小红云上前求情 刘奎胜才停手 刘奎胜铁了心要霸占小红云 就对哈巴狗严刑拷打 非逼着他承认私通武功队 要置他于死地 哈巴狗受不了 苦苦求饶 他再三说自己真的是逃回来的 可刘奎胜罪翁之意不再久 折磨得更狠了 看样子是非要打死他不可 这时小红云来了 他知道刘奎胜的真实目的 不忍心 哈巴狗就这么被打死 就跟刘奎胜谈起了交易 刘队长 你把他放了 我就是你的了 没想到哈巴狗为了保命 一口答应 小红云见他这么没出息 也就死心塌地地跟了刘奎胜 哈巴狗干脆当了刘奎胜的狗腿子 更加变本加厉 祸害百姓 汪霞自从上次被哈巴狗夺了枪 还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走以后 一直憋着一口气 就暗中跟踪 想找机会干掉他 汉奸万事顺 见刘奎胜跟小红云混在一起 就跑过来告诉哈巴狗 让他去捉奸 没想到哈巴狗心甘情愿戴绿帽子 这哥们把他大大的鄙视了一番 那你不是当活王八了吗 我当不当活王八 关你屁事 哈巴狗又去逛窑子 他这个时候已经心里变态了 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折磨别人 王霞进来用刀逼住他打算捉回去 哈巴狗趁换衣服时破窗而逃 他身上肉厚摔下去竟然没事 又躲过一枪捡了条命 跑出去不远 正好夜袭队过来 哈巴狗带着他们反身追捕王霞二人 幸亏武功队员接应 王霞才脱险 武功队假冒夜袭队袭击车站 哈巴狗跟着刘奎胜在暗中观察 刘奎胜跟车站的鬼子有矛盾 等卫强他们灭了鬼子以后才出来交战 一番恶战后 武功队摧毁了车站 大部分人撤离脱险 松田恼羞成怒搞死了刘奎胜 哈巴狗自然是幸灾乐祸 他被任命为新的夜袭队长 后来哈巴狗在一次扫荡行动中抓住了王霞 把他关在夜袭队 严刑拷打审讯 哈巴狗跟疯了似的折磨王霞可还是撬不开王霞的嘴 武功队化妆进城营救王霞 先收拾了外边的夜袭队进到牢房以后 看到哈巴狗把王霞折磨成这个样子 心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哈巴狗挨了一顿咒后 突然反应过来 来的是魏强 拿起枪拼死抵抗 再用王霞做人质想活命 结果是死得更惨 你放开我 我打死他 我打死他 你 你 你